0206台南震災散款已经达到近新台币42亿元 根据台南市政府灾后重建专案小组所提供资料 目前为止支出合计总共5亿多元 今日台南市议会进行0206灾后重建专案小组报告 此询时王家蓁议员提出 为什么你们自己先要设定门槛 让这几栋一样遭受天灾人祸的所谓受灾户 产生那么大的觉得被分别被所谓不公平对待的感觉呢 因为第一个你善款是很充裕的 那当然应该要有一个标准 也不说我说你该补我100%我就该补100% 你应该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我的意思说并不是要求你们都应该要补到100% 你可以用建物的受损情形 家里或者有没有一些受到其他的人的人员的伤亡 来做一个善款核发的标准 台南市副市长曾旭正回应 正在用的补助 是政府实现以比较审慎的态度来制定标准 让大家能够有参考的依据 就是说这些类的款项是补助 它不是赔偿也不是保险的理赔这样子 那第二部分说为什么会是设定50% 当初其实是50%是说全部都50% 反而是围观才说因为它的情形比较特殊才可以让它是100% 是先这样 所以说总的是50% 当初在市府的这个重建会员小组讨论的时候 是觉得说50%因为这个是天灾 那它不是保险理赔 也不是政府的赔偿 所以这时候就说我们是补助你 让你能够站起来这样 所以觉得说50%如果超过50% 反而那个行动就变成市政府的了 所以是设定这个50%我想是当初那一方面是定这个标准的时候 那个时候善款你还在捐当中 所以是觉得先比较审慎的来订定一个标准 那有大家一个参考的依据这样 此外邱莉莉议员也针对土壤异化形形提出疑问 很多的土壤异化区域的房屋不是单独 例如我们台南市中西区的文和街 它就是因为联动的房屋 然后其中有一栋比较靠文祥街的 它有空 人也空 所以它比较重 整个床几百的 在那周边50公尺里面 不是只有这一排房子受土壤异化 它总要顶下去嘛 那其他的有一些也是在它的客厅甚至于厨房 都出现了那个泥浆 那很多的很多的那个房屋内部 事实上是不堪使用 但是它经过建筑师工会的评断 它既不贴红单也不贴黄单 那像这种他们如何去提出救济 台南市副市长曾旭珍表示 补助都是依照营建署规定的标准做红黄单的判定 但若屋组本身是低收入户 市政府会透过行善团的方式来帮助屋主 例如到黄单的这个标准 应该是说它可能只是轻微的损伤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如果那个屋主本身它是低收入弱势的 其实我们市政府就有透游 那个行善团的方式也来帮忙他们 记者王慧怡台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